這次要對上的對手是NTW的社長 IOMO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是蠻尊敬IOMO這個選手的 畢竟如果不是因為他 將近20年來在台灣摔角的奉獻 加上他一手支撐這個聯盟 我也沒有機會在這裡打摔角 不過我想說的是 如果不是因為你經營摔角的實力不夠 那我也不用在這個破倉庫在這裡打摔角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次我會用盡任何手段 我會用盡任何方法拿下勝利 而當我拿下勝利之後 你就可以好好回去享受你的退休生活 你就可以好好回去賣素食 多多幫聯盟拉點贊助 而所有的觀眾 就可以把他們的眼光 放在台灣摔角下一個巨星身上 而那就是我 KJU